你 太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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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什么 好玩什么呀 你都多大岁数了 有什么好玩的 你都扮成这样了 还不好玩吗 再说了 吕东斌有今天受的这些苦 还不是你手安排的 这怎么成了我一手安排的 老妖精 这是天道 天道 天之道 所谓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 铺鼻香 你既然要度化它 就要让它经历 经历磨难 那 那刚才 那俩你又怎么解释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没看到 银带对吕东斌痴情的样子吗 这就是情结 情结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要以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吧 要以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吧 还是怎么办 赶快去县衙看他们审案 老妖精 这回可要你吃贵了 还有件事没办呢 也好 老妖精 这回可要你吃贵了 来人呐 带吕东斌 大人 下官已将本案调查清楚 那吕东斌不但图谋造反 而且还是妖孽转世 请大人尽快将他定罪下狱 是 县官大人 岂能如此草率 本官办案 请县官大人不必担心 此案 本官一定会 详加查明 如果发现真有妖孽在此为祸 有皇上遇刺的上方宝剑在此 宝剑可以斩妖除魔 此外宝剑一出 任何妖魔鬼怪 一定会无所遁形 县官大人 不必担心 是 大人所言即是 即是 秦差大人 吕东斌曾得罪了礼部的侍郎大人 侍郎大人 让我 给秦差大人捎个话 既然都是同朝为官的 那是否可以 这个啊 莫非 侍郎大人 要本官循私包庇 下官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请两位大人无需再多言 本官自有判断 我 conclusion 关击 上 刊 预 碾 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学生东宾 派遣大人 吕东宾 本官问你 你的罪状上写着你勾结妖孽 图谋造反 可有此事 大人 东宾绝无图谋逆反之心 更没有勾结妖孽 这一切都是有人刻意陷害 请大人明鉴 但这罪状上写着你勾结陆林 你又怎么解释 大人 学生一向性善交友 所交之友皆是饱读诗书之人 平日里只是品名论诗 绝不可能接近陆林土匪之人 如果大人不信的话 学生有一好友名幻假人 大人可唤假人前来 便可知道洞宾的为人 本官自会去问假人 此案疑点重重 本官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县官大人 大人 本官想知道 目前对于此案 你对吕洞宾的判决意下如何 大人 吕洞宾他犯下滔天死罪 他的家产已经全数充公 不知大人对下官的判决是否满意 这罪状上 吕洞宾并没有花样 就如此定下即行 岂不是草菅人命 这 这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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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钦大人 啊啊 我们礼部侍郎大人在当朝人脉甚广 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不会连礼部侍郎大人的面子也不给吧 看此人 眉清目秀 绝非作恶之人 只是本官百思不解 礼部侍郎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但本官如果不救他 岂不是有违皇上要我待天寻守之职吗 袁外郎大人 本官也觉得 吕洞宾如果得罪了侍郎大人 是该给侍郎大人一个交代 就是 不过如今吕洞宾财产已全数充公 人也落得如此窘迫 我想侍郎大人就算有再大的仇恨 这气也都已经消了吧 是 吕洞宾 在 此案本官需要时间调查和多方佐证 才能还你清白之身 本官 盼你暂时戴罪释放 至于财产充公之事 就先赞押不发还 等一切调查明朗之后 本官自会给你一个公平的判决 多谢大人 你暂时可以先回去 但这段时间你必须随叫随到 吕洞宾听令 本官现在命你 不得擅自离开本县城 否则就当你是畏罪潜逃 到时候 本官就帮不了你了 你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那你不准 公子呢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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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 公子 你终于出来了 小语 公子 公子 快起来 起来 公子 公子 你为我的事情到处奔波 谢谢你 公子 只要你平安五十九号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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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球姑娘 谢谢你 玉公子 千万别这么说 我和假人能有今天 全受吕公子所赐 吕公子有难 我们却不能及时相救 玉球感到很惭愧 吕公子 不如这样 你先随我回府 再做打算 我这样去到贾府 如果我 如果我这样去到贾府 怕是会给贾兄和你添太多麻烦 不会的 这是我们的荣幸 公子 要不我们先去贾府吧 你如今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家又回不去了 就去贾府吧 是啊 玉球姑娘 谢谢 不用客气 吕公子 请 公子 合马上面 嗯 合马上面 老妖精 你吓死我了 你突然跑出来了 怎么没死呢 吓死你才好呢 出啊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你不够意思 不够意思你知道吗 我说好了一起来 你却不来 说 上哪儿去了 天机 不可行 不 去 自胖子 我讨厌死你了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我不管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 吕洞宾的财产 能不能保住啊 郎余姐 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人若害人天不肯 天若害人在眼前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呢 就是你跟我走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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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没意思嘛 气死我了 这煮熟的牙子眼看就飞了 这半路杀出个成要金哪 硬说是冤案 哎呀 这可怎么办哪 这个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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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李洞宾 他侥幸死里逃生 那我不就成了误判了吧 如果被钦差大人查明 你我从中作梗 那 那下官的前程岌岌可危 性命也不保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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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怎么说你呢 你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你前程不保 啊 这件事情要是传扬出去 被揭发的话 你我的无杀报都没了 而且还祸鸡 是郎大人 这这这怎么办呢 这 大人 咱们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你就会问怎么办 钦差大人那边 我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补救之策 哼 只要把吕洞宾给杀了 那就是死无对证 这个案子 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啊 可 可是大人 现在吕洞宾已经被无罪开示 我没法杀他 这个你不用管 我已经暗中 让人盯住了吕洞宾 哼 如果不出差错的话 我就能置吕洞宾于死地 那你要下官做些什么 你什么都不用做 交代你的那件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做了 我已命人在饭菜里下毒 送进牢里了 好 这就叫斩草出根 吕洞宾哪吕洞宾 我就不相信你这次还能活 啊 姐姐 我的胸口好难受 啊 啊 我不行了 我好难受 徐秋 你忍耐一下 姐姐马上救你 我真的不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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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吕公子 这边请 请 请坐 你先替吕公子 汽一盒上好的茶 然后吩咐厨房煮一碗面 给吕公子充饥 是 嫂子 真是劳烦你了 吕公子不必客气 你对我们两个的大恩大德 我做这么一点小事不算什么 对了 怎么不见假兄呢 刚才门童说他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公子 你累了 先休息一下吧 吕公子 这些日子 你一定吃不饱也睡不安稳 小宇 不如这样 你先带吕公子去沐浴 然后带他去厢房休息片刻 等东西做好了 我再给他送过去 好 谢谢嫂子 公子 公子 不许多了 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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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了 太好了 公子 你终于没事了 公子 小宇知道你被押去刑场后 他就找曾公子帮忙去了 公子 你看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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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兄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高兄 曾兄 这次使老天有眼 可以还你清白 我们也在想 像你这么善良的人 怎么可能和陆林大道勾结 简直是胡扯 就是啊 吕兄这个人是处处大方 喜欢帮助别人 单看他对假人便可知 吕兄是一个值得交的好朋友 小语参见高公子 曾公子 小语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曾公子 千万不要这么说 这些都是小语应该做的 公子 曾公子和高公子 还曾去筹款给县令要救你呢 此事不说也罢 只是便宜了那个狗官 收了钱居然还要拉人去刑场 我知道之后 简直没把我给气死 好在有钦差大人帮你犯案哪 我们一听便知道你肯定来了贾府 我们就过来了 这次为了东宾的事情 让二位操碎了心 还浪费了不少的钱财 东宾实在是无言以对 吕兄此言差矣 我们这么多年交情 说这话太见外了 是不是 是 高兄 况且啊 忙了半天 却不如玉秋姑娘和小语 这说起来真是惭愧啊 曾公子 高公子 你们坐啊 大家都坐呀 公子 请 来 慢点 吕兄 之前我跟高兄要去大牢探你 可是大牢的狱卒就是不让我们进去 所以 惭愧惭愧 我知道 他们是不会让你们进去的 曾兄和高兄对我的恩情 吕某铭记在心 这说了半天假人呢 他 相公 你回来了 这不是我们假大人吗 贾兄 吕兄 吕兄 贾兄 真是有劳你了 这 这算不上什么 吕公子不必客气 就是啊 吕兄 你三番四次地帮助贾人 又沿途周记他进京赶考的费用 还帮他娶了一位美娇娘为妻 你是有恩于贾人 他这次帮你翻案 那也是应该的嘛 对呀 贾人 我们说得没错吧 现在这里这么多人 赶走吕东并不合适 先让他住几天再做打算 那是当然 吕兄 你留下来好好休息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啊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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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穷 许穷 姐 姐 许穷 你真是太不知轻重了 竟敢贸人闯到三十六天岗阵 你可知道会有生命之余 我知道 但是我想帮你啊 姐 那个洞兵是谁啊 你不会就是为了她 和那些臭道士结下冤丑的吧 我看 姐 你怎么追着乌乌的 一点都不像你 我 还有啊 你就是为了她 跟崔明哥哥大打出手 把崔明哥哥打伤的是不是 姐 你知不知道 崔明哥哥 他处处为我们着想 他对你那么好 你是怎么想的 姐 我在跟你说话 好了 你别再说了 姐 雪秋 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理解 你的功力尚且 不宜在人间久留 你听我的话 赶紧回雪山去 你要再多加修炼才行啊 那 你不跟我一起回雪山了 我在人间还有事 等过一阵子 我自然会回去 还有事 你的事 不会就是那个洞兵吧 姐 我们姐妹在雪山千年 好不容易才修炼成人形 你一再跟我说 不让我沾染红尘 你自己反而却深陷其中 雪秋 有很多事情 你没有办法理解 东斌他对我有恩 等我报完 我自然会回去的 好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东斌的安危 你照顾好自己 我得去看看他 姐 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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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何方神圣 长得帅吗 洞兵 公子 好端端的你为什么叹气啊 对啊 公子 你现在已经有钦差大人 为你撑腰了 你还怕什么呀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吕公子 莫非是在担心银带姑娘 说起这个银带姑娘 她也真是的 这家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她 她人哪 我们大家只顾照顾公子 都没有人去找银带姑娘 是啊 这银带姑娘已经离开数日 不会出什么事吧 其实 其实我见过银带姑娘 你见过她 在哪儿 在牢里 牢里 公子你是说 银带姑娘知道你入狱的事情啊 她去牢里看过我 而且还给我带过药 治好我身上的伤 她还答应我 她一定会救我出去 这就奇怪了 公子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 那她人呢 是啊 她 银带姑娘在这里 救我们几个朋友 她会去哪儿呢 嫂子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自从那天一别之后 就再也没有她的任何音讯 你说 你说她会不会因为 不知道我住进府里 所以才找不到我 有这个可能 绿公子 你先别着急 我这就去吩咐人 让他们去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银带姑娘的下落 那就劳烦嫂子了 别老跟我客气 你帮我们的还不够多吗 你对我们的恩情 欲求永世难忘 奇怪 假公子呢 她刚才匆匆忙忙用了膳 好像出去了 小凤 反正公子已经没事了 咱们现在出去看看 说不定 银带姑娘现在正到处 打听公子的下落呢 对对对 你们俩出去看看 千万注意安全 小心 好 小凤 走 哦 你ry 我兄弟一连追了数日 却始终没有发现这两个妖精的踪影 难不成他们凭空消失了 不会的 他们都受了伤 我相信 他们跑不了多远的 这几天我们也累了 我看就在这里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 等我们养足了精神再去抓也不值 有妖怪 我还以为是那两个妖女 原来是猫发出的声音 好了 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 我们还有赶路呢 好 什么想要出魔呀 我只不过律师小记 你们几个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学生参见大人 既然来了就坐吧 坐 谢大人 本官现已查明 你跟那个自命清高的吕洞宾之间 有密切的关系 大人 我 你不必慌张 你就是跟他有密切的关系 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是你们朋友的情意重要呢 还是你自己的虔诚重要 现在礼部侍郎大人 对你特别器重 只要他一句话 你就飞黄腾达 虔诚似锦 孰轻孰众 我想你是个聪明人 你 如何选择呢 动兵对我有恩 如果我背叛他 那我不就是不仁不义了吗 但是 他现在得罪了侍郎大人 如果我选择错了 那我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的努力不就白费 何况现在 他有欲求 他从小被脉弱轻弱 受尽了欺辱 好不容易才跟了我们 我也想让他过上好日子 不再让他受苦 为了欲求 好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你考虑清楚了没有啊 大人 学生跟吕洞宾之间 虽然是朋友 但他犯下案之后 我跟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交情 只是泛泛之交 大人放心 我跟他以后 不会再有什么瓜葛 好 那么一会儿 钦差大人问案的时候 你应该如何回答呀 学生口中不会说话 还请大人指点学生 假人呢 假人 本官确实没有看错你 如此可教也 来来来 坐坐坐 之前宫堂之上 吕洞宾说你们是至交好友 看来你们之间的关系 非同一般啊 本官已经打探到 吕洞宾现住在你的家里 事实可是如此啊 大人放心 学生跟吕洞宾虽然是朋友 但他犯了谋反朝廷之罪 我也觉得很丢人 我不会收留他了 我这就回去把他赶走 赶他划清界限 赶走他倒不必 只要你好好地配合本官 本官一定会在礼部侍郎大人面前 为你好好地美言几句 到时候让礼部为你留一个肥圈 你就前程似锦了 谢谢大人提拔之恩 此事关系重大 直接影响到你的前程 回去以后 你要把这个放到他的饭菜里 大人 这是 为了防止钦差大人再次审问吕洞宾 吕洞宾绝对不能留在这世上 相公 嗯 嗯 娘子 我已经把饭菜放入栏中 你赶快送去给吕公子吧 哎呀 娘子 假人那边管吕洞宾吃喝 你何必那么麻烦 你这就不懂了 既然我们盛情邀请吕公子来府中 而她又不肯 那我这个做嫂子的 总要尽到做嫂子的职责 好好地照顾她一下 毕竟在你们几个兄弟当中 就只有洞宾还未成婚 哎呀 还是我的娘子贤惠 还是我娘子想得周到 那是当然 要是不贤惠 你肯定早就找小妾去了 哎呀 不敢不敢 在我心里啊 任何美貌的女子 只要娘子一在 在我面前简直就是过眼一眠 你呀 就是嘴天 快送去吧 不然就凉了 哎呦 娘子做的饭菜依然是那么可口啊 堪比上食局的御膳 就算凉了也好吃 快去吧 凉了可就不好吃了 遵命 老爷 这是干吗 这是夫人吩咐要去送给 吕公子吃的食物 好 给我吧 我正有事要找她 嗯 没事 你先下去吧 是 白银 丽东臂 只是你自己不食食物 是你自嘱的 你可不能怪我 甲仁 你在做什么 你要毒害吕公子 我 我没有 没有 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假人 吕公子对我们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玉琼 其实 我也是逼不得已 我是为了我的前途 你的前途 没错 吕东斌勾结盗匪 死有余功 而且 他还得罪了侍郎大人 现在园外郎大人 只名要置于他死地 玉琼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他连累我们 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 如果没有吕公子 你能有今天这尘荣耀吗 今日不通往昔了 如果没有吕公子 我们又怎么能够安家礼仪 你又怎么能娶我为妻呢 说到这事 我就满腹苦水 你 当初我娶你之日 他为何要隔离我们三人 他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啊 我看他是别有用心吧 我明白了 这三人 你们两个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 你无耻 我无耻 我是说中了你的心事 你恼羞成怒了吧 假人 你竟然侮辱我和吕公子的清白 你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心里明白 但是我喜欢你 我不怪你 可是我东兵 你对我这三日的侮辱 我会冥记在心 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 假人 今天我总算看清了你的真面目 你是一个自私无情 心胸狭窄的小人 我真不应该嫁给你 是我瞎了眼 是我看错人了 绿公子真是不信 竟然有你这样的朋友 你真是太令人感到痛心和失望了 你要去哪儿 我还能去哪儿 你不会去通风报信的 我是要去告诉绿公子 我 我要告诉她 这妹子有你这样的朋友 是她最大的遗憾 你 你 我东兵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不许你再见女东兵 好你个假人 假人假意 王我家公子对你那么好 没想到你竟然恩将仇报 还想加害于她 小枫 不要叫我的名字 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一个败类 允千姑娘 你没事吧 小枫 小枫 家人 小枫 小枫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你个副导人家知道什么 我这都是为了你 家人 我求求你 不要伤害绿公子 我求求你 从今天开始 你给我乖乖待在房间里面 别再爱我的事了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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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快跟我走 出什么事了 你就别多问了 赶快跟我走吧 走 为什么要走啊 公子 你再不走 我们就有性命之余了 路上 我再慢慢告诉你 航马 公子 走 快 快 来人 快走 快 来迟了一步 让他给跑了 奇怪 他怎么会知道的 我们追 是 追 你 听说东宾被放了回来 可是府上没人 他能去哪儿呢 假人已经搬到新的地方去住了 东宾会不会去投靠假人了 什么 找人 ��壁小语 他们为什么要跑 站住 快去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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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公子 家人他利益寻心 他要伤害你 可是我却阻止不了他的恶心 现如今 你生死为父 向罗不明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女公子 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 我 我罪该万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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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